这个款式呢是根据美国FAA的103的规格来设计 普通的人不需要飞行执照不需要飞行职业都能够操作这个空中汽车 我们这个设计呢是可以停在一个车位 所以也就是说从一个车位听到另外一个车位 就是从门口到门口的一个概念 从交通运输的这个方面来看呢 它可以跟那个现在的汽车相辅相成 能够可以更加解决神势的用具 在安全性方面我们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设计 它有自动的降落功能 如果说里面的操作员如果他不舒服啊 他会自动降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另外呢当你进入不可以进入的地方 如果你尝试进去的话 它会自动降落 我们在网络安全方面呢 也设计成不会允许从眼端控制 所以全部都是飞行员自己在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